字幕文字幕幼稣 是否好吃呢?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其实一点都不难 是否全部都聽到的? 如果是的話給我一個OK的手勢 全部都聽到了 我們這個項目最主要就是有三樣東西 一個是洋蔥湯,法式洋蔥湯 一個是白酒煮青厚 還有糖水是杞子圓肉紅棗黑糖露 先和大家煮洋蔥湯 洋蔥湯有什麼材料? 洋蔥、貪草、牛油、麵粉、雞湯和白酒 和鹽胡椒,這些是基本的 首先我們先切洋蔥 今天我用兩個洋蔥 可能兩至三人份量 整個過程用大火就可以了 最主要我用洋蔥炒軟 然後就令它焦糖化 你看到開始已經有少少變色了 盡量均勻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下牛油 大概四分一磚左右 一起炒 炒到它溶 它開始會濃稠的 最主要就是讓它有個香味 牛油溶完之後 就可以準備下麵粉 麵粉最主要是讓它一會煮出來的時候 那個質地就厚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白酒 大概一個圈 剛剛好 遮到洋蔥 隨它滾 隨它慢慢煮 煮到它的酒精揮發了 我們就可以加雞湯 跟著調味 這個份量又是 你自己喜歡 你說喜歡我多點洋蔥一點 喜歡結身一點 你可以自己遷就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又將那個貪草 隨你喜歡的 加少許貪草的話 是迷疊香 我忘記了是不是 你大概這個份量到 多少沒問題 整棵放下去就可以了 由它慢慢煮 煮到味道出來 其實你發覺那個貪草 那些醃子開始脫出 你撈起來 剩下一個框 那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加了貪草 你喝出來的味 你會感覺到 好像有些肉味 其實就是貪草釣出來的味 其實就幾次你加了香料 你看到現在結身的 有些喜歡用牛肉湯 跟傳統來說 因為涼蔥湯 那些人是喜歡給一個牛肉湯底 會不會有些東西 如果完成的話 我們就去下一個了 就是白酒煮青口 我反而喜欢用新鲜的甲壳类 例如花甲、波波犬 其实没问题的,都可以的 其实整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新鲜和急冻的分别 急冻大部分已经煮熟了 其实你煮热已经可以了 如果你煮得太久的话 反而它会老 新鲜那些其实简单一点 你看到它刚刚开口 其实已经可以了 我们先看看材料 我们的洋葱剩下少少 有西芹、萝卜 其实少少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最主要用来调调的味道 炒的时候 最主要反而是白酒 还有我们叫做意大利的扁番茜 这个也是用它的香味 如果你说这些材料没有 有没有问题 问题完全不大 最主要反而是白酒 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白酒 还有就是那个忌廉 另外有一个花鸡 我看看一会儿我煮了花鸡 用这种的 因为这种本身煮出来 甜味好多 蘿蔔刨完皮之后 我们就切小粒 它的味道就出得快点 最主要就是拿一些蔬菜的香味 爆香去 让它一会儿煮出来的白酒汁 多一点点菜的甜味 譬如用来点面包 或者用来送意粉 甚至乎用来拌饭 都会很棒的了 还有意大利扁番茜 我们只需要叶子 已经很够了 其实最有味是这个框 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其实你可以将这个框 切粒的话 放进去也可以 通常这些新鲜的甲壳类 都是用一些盐水浸一浸 让它吐一下沙 其实花鸡本身 已经不是太多沙的了 你爆到其实你闻到 有点蔬菜的香味 弄到上来 其实已经可以了 在这个时候 其实呢 就可以跟着下你的白酒了 刚刚好盖过它 油它慢慢煮 你可以盖一下盖盖 让它快点烤 等它一开口就已经可以了 这里油它一路煮 等它滚起的时候 自己试一下味 你试味的就是试一下 它那个酒的酸味 看看会不会你觉得酸太酸 可能会有少少苦结味 你这里就要加少少糖 去调味 煮一下 煮一下滚起来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直接上碟 现在就讲了糖水怎么做 有杞子 原肉 还有有些红组 全部东西除了糖之外 这三样东西洗一洗它 然后浸水浸到软 煮完就放水进去 把材料 整个甘蔗糖就放进去 就慢慢煮 用慢火煮 煮它大概一个小时 如果你说炖的话 你先将那个叫蔗糖 煮了水 即是用水煮开它 然后先倒进材料 然后就让它慢慢炖 不要用慢火 用慢火煮 煮它一路煮 煮到你自己试味了 通常刚才那个份量 一块甘蔗糖已经够了 那就不要用慢火 用慢火 其实蒸更好 如果你隔水蒸的话 大概一小时 就是等的话一小时 最重要就是润一下肺 润一下喉咙 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那就为之非常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